这一次的这张专辑 谁叫我是真的爱你 我的宣传去了香港 台湾还有新加坡 马来西亚 四个地方做了宣传 已经有做了快要 四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这一战是算最后一战 所以回去的时候 我可能会先休息 可能先去一趟 外地去度度假 然后再准备 我下一张专辑的东西 这样子 有一首歌就是 翻译罗文 罗文也有唱过的《坏情人》 为什么会选到那一首歌呢 其实当初我在听 这首歌曲《坏情人》 也是罗文罗大哥所唱的时候 我是听到他的现场的唱歌 还有他现场的表演 我就已经喜欢这首歌了 那么我自己就本身就 希望我能够也唱 类似这样的歌 因为在以往 我都好像还没有唱过类似 这样子 所谓的那种 好像比较三情潇洒 或者是比较洒脱 甚至于他谈到 坏情人那种东西 其实我觉得我每一张专辑 在做歌的时候 我所要的变化 它的不同 我并不会刻意去说 要有什么样不同的音乐 曲风等等 我觉得会有不同 一定会有 但是它是随着我的生活的 经验年龄 还有我的思想 我所吸收到的音乐的素质 不同而所改变 台湾很多歌星 都开始去拍电影 或者会出广东的专辑 你会不会跟风呢 其实我觉得这要看 有没有这个机会 然后自己有没有可能去 有兴趣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自己如果说 想要去做 那没有这个机会的话 也不能够 那再来就是 我如果想要拍 刚好有人找我的话 要看这个脚本适不适合 还有我自己 如果要唱广东歌的话 自己练到了广东歌 到底还可不可以 熟不熟 我觉得我才会去做 我要做的话 会做我比较有把握的事情 今天非常谢谢 潘美诚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